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此我就开始一点一点的工作 那么《茶壶接触学》将来我要把它出版成一本书 这本书现在我已经写了很多了 第一个部分是工学部分 这是一个方性的一个部分 过来才是美学部分 这样子可以进入到一个整体的构想 但是毕竟我们做的是茶壶 茶壶距离工艺是非常激进的 可是我们希望它做成是一个艺术品 因此茶与陶的陶学的部分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堂 所以因此我把这个后面的部分 一直在补墙上面去 很有趣 茶壶接触学就从此就开始在美国诞生了 然后很多人来 每次一开课就好多人 比如说这个是最前一阵子 我在Penet School of Art of Craft的这个学校 我想你们大概有听说过 在北卡罗来纳州 如果你有空去学学看 虽然学会很贵 交通会很贵 但是你会有所收获的 这种课程每次一开就是两个礼拜 而且有很多的限制 BCE他们是有足够程度的 我们住在那里两个礼拜 从早上八点半就开始 一直大家就很紧密的在一起工作 切磋 提问题 帮他修改作品 做到晚上深夜 早上的时候我们 我用最好的台湾茶来喂他们 因为他们不知道茶有多好喝 可是只要第三天之后 他们通通都中毒了 因为他们知道外面的Lipton是不能喝的 我带了一批箱的资料 那么从此有几个学校 被发现到我这个课程非常好之后 每次一开始公布也这个课的时候 就马上爆满 而且后面有二三十个人在替补 可是我们的课只能够接待二十个人 为什么呢 我们早上泡茶跟一个黑板讲述 这个茶户解脱学之外 每一个学生将近有二十多个配级的 那个讲义 外面您出去的时候可以看到 那 早上的时间出的每个学生 一个茶户解脱学的奖励之外呢 下午开始我就有学选 这个DEMO的话 就是要学生做的功课 那么下午的时候他就开始变课 晚上的时候就要把功课做出来 我们也制作工具 然后一个位置 这二十个人呢 就除了理论课程之外 素科方面是一个非常辛苦的 因为每一段都要做到我认为你应该达到的 Henning School of Craft是一个我认为在美国有几个很棒的专业研席里面算是蛮好的 我在这边教过两次 从有国际性的人 我也有韩国人 也有这个比较老一个快退休的 他们的成绩是不错 以一个东方人来教这个西方人的器物 他们在很像是格化烧氧的状况下 因为早上也为他们喝了茶 才知道说茶谷的真正的内涵是什么 在烦恼的时候 我们有几半那个成果展览 你看是真的不错嘛 因为2009年 这堂课曾经在Ensika里面对着600多人讲了将近一个钟头 那也是没有像这么细的来讲